各位,今個星期就是記安的保重 因為上個星期遲了一個星期 原因不關Boni的事,主要是我的問題 因為當日看完歐洲國家盃的決賽 在英格蘭的代表隊寫三個十二碼之後 我就發了一個訊息給他,就是這個沒什麼心機 是,我也猜到,我看到你在Patreon燈那張記安哭的照片 應該是那一刻你已經變成這樣 你就叫我出個通告,就是給別人看 告訴別人,就是那個情況 我就找了一張記安又流鼻涕又哭的卡通來發這個通知 但是竟然是沒有一個人知道我因什麼時候走 大家都是說,阿世良多點休息了,沒所謂,身體健康 身體健康 感受不到你那種痛苦,是不是那一刻的失落 當然了,第一,你看到六萬人一起唱《神救救女王》 我以前就試過在大球場聽過,其實就是英格蘭國家隊 英格蘭代表隊在1997年來香港比賽 其實我是在場的,當時在現場看 我想很多時候大家,因為太久沒有一些開心的事情去刺激 就是衝起一下,所以足球是一個很牽動人心的運動 因為那種感染力是很厲害的,我覺得 所以見到英國隊提合決賽當然很興奮 我想當日很多香港人,無論是在英國的香港人 或者是在香港,都是統英格蘭的 所以那種失望就沒辦法了 那也是的,那天我也有看 因為本身約了你們做節目 我之前就是在酒店,剛剛在西亞特那裡 我都有開電,因為他電視應該是ESPN還是哪裏 是有得看的,我記得我也尖叫了幾次 他最後12碼的時候,我記得隔壁房子就是罵我 很簡單的,12碼其實有一半是運氣 當然一半是怎樣處理這個壓力 那你見到Rashford射室 其實他是擠了幾步已經拼了龍門 撲到另外一邊的了,但是他匆忙出腳 因為他已經怯了,擠了幾步都未射 那他跟他本來射開的方式不同 本來射開一邊的龍門已經飛了 他就已經可以很遜容地射 所以我就說這個是一個應付壓力 也是足球裡面,就是說 很多人對領隊的討論就是 收夫機為什麼掌尾才換出兩個射手出來呢 讓他沒有熱身這樣,這個也是牽涉到風險管理的問題 因為如果你為了射12碼,一早換出兩個前鋒 而換走兩個後衛 那你最後輸了球那怎麼辦呢? 別人一個角球 又糟糕 是啊,別人一個角球斬過來,一頂入了 那就沒有仇佈了,12碼都沒得射了 所以我就說很有趣的球迷,跟紅頂白 跟股民是一樣的 就是說如果上市,然後為大家帶來這個巨大的財富 那就厲害了 但是如果上市倒閉了,或者中間的風險出了問題 那就讓大家輸錢,那就大家一起在那裡 他就不是換好前鋒出來,是拿好香檳出來 誰知道上市才倒閉了,那就就是 是啊,那今天跟我們的主題有關了 其實這個英格蘭國家隊,這個英格蘭代表隊 在歐國會,就是拿不到冠軍 那也是風險管理的問題 也都是以為開香檳慶祝 誰知道就最後臨你賴臉 那不是的,其實不是林天光賴臉 其實已經起了新的了 其實才賴臉 不是林天光 是起了新吃了早餐才賴臉 那今天就是講這個 在美國上市的這個大陸的叫做Uber翻版 滴滴出行 那應該是網絡的 找車的這個巨 第一,應該是最大的就是滴滴出行 是啊,它的人數比Uber更大 其實是司機人數和在客的次數 那很厲害 其實紐約上市 就是6月30日發行3.17億股 ADS 集資44億美金 不知道為什麼 兩天之後7月2日 中共中央網絡訊息辦公室就宣佈 要對滴滴出行實施網絡安全檢查 然後7月9日滴滴傳數25款 ADS被勒令下架 當時以為上市入票中了那些 就真的哭了一句句 真的 不是,就好像 一次都落架了 真的,比之前還慘 之前也有些人 你想想 幾個月之前 Ali Ann Financial 上不到市 那個就好像 香檳已經雪凍了 準備拿出來那一刻 沒得拿 這個就是 香檳也開買了 就喝了 喝完 原來也要吐出來 扣喉 麻煩自己進去廁所 如果扣喉 吐不了的話 麻煩你吃兩粒 吐丸 不是只吐丸 是吃兩粒吐丸 然後你看著滴滴那些在吐香檳的時候 拜登的TikTok 就立刻退回香檳 立刻不用開 訂了那些香檳 立刻退回去 不是 是叫人 用五折收購了那些香檳 拿回去 在那些喊欄的那些 椰欄的店舖那裡 賣掉它 是 是 但是為什麼這樣呢 你想回頭其實很不合理的 我們不是經常說 中共的民企要借這些的 就是美國的資本市場去集資 然後走向國際 以前中央都很鼓勵的 是 所以我想這集其實是我訪問回你 因為我以一個理性 只是做投資的角度 我是完全看不明白為什麼會這樣 我自己就覺得如果習近平在這個建黨百年裡的演詞 沒有看到的 因為他上市是6月30日 嗯 在紐約上 是的 那習近平的演詞 是7月1日 是不是他生氣 他沒有等待他的演詞才上 不是 其實習近平的演詞 我和曹總反反覆覆研究了很久了 大家說 喂 習近平的演詞你們都聽得下的嗎 聽10分鐘已經受不了了 那怎麼可以聽半個小時呢 我說其實不要緊的 你一邊做其他事情一邊聽 那麼就在過程裡面 你就會抓到一些的鍵詞 那個鍵詞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以黨為主 其他什麼都是假的 這個是百年的偉大的政黨 往後 那個黨會帶著大家怎樣去實現偉大民族復興 大家閉上眼跟著黨走就行了 那我覺得 螞蟻和滴滴出行的問題是什麼呢 螞蟻就目中無黨 召喚你馬雲上去幾次 解話 是吧 串嘴到不得了 是吧 就是 視這個 視黨員無物 給你一些顏色探望 滴滴出行的問題就真的是 他就以為我覺得 暗地裡進行 我不知道誰彈了一條橋給他 其實在大陸 怎麼可能暗地裡進行 在紐約上市這回事 其實他都真的算有些暗地的 因為 你有沒有留意 就算我在這邊看新聞 也是 他是真的正超超神 不知為 不過幾天 就已經告訴你 上市了 因為之前其實 大部分的公司 你上市前 雖然美國這邊跟香港不同 只要你交齊資料就可以上市 但是大部分都會有 譬如 兩個星期的 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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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這間投行 照顧著你去見所有的 最後一輪 即是 非IPO的投資者 但是 滴滴這次 完全是 好像兩三天之間 連敲鐘都不敲就上市了 所以 在這邊都算幾靜靜雞了 我覺得 如果南華早報7月9日的報道是真的話 這件事最主要的問題就是 滴滴出行的南華早報 我現在不是說假新聞 是馬雲控制的南華早報 滴滴出行赴美IPO是一個蓄意欺騙行為 很嚴重的 你知道嗎 是蓄意欺騙行為 是什麼呢 就是說 因為 在第二季度的時候 網信辦已經是見過滴滴的高級管理階層 雙方就是只有口頭討論 而網信辦當時已經警告了他 而這個 未正式下訂單說不准上 不過已經告訴他要注意ABCDEFG 那所以這個 為什麼他這麼低調 在6月30日 連裡面的員工其實都不知道IPO 究竟是哪一天的 其實他們都不知道的 其實 嗯 裡面很多員工都不知道 那我覺得就是 他們想著都是鼓鼓滑滑過他一棟的 其實 但是我覺得這個行為 就捉路了黨中央 而網信辦為什麼會這樣 將他趕盡殺絕呢 其實很奇怪的 連APP都落架 就是要他死的 就是因為 那一刻真的很厲害 APP都叫你落架 就是直接叫你關上舖 不要開舖 這個跟香港一樣 就是說 為什麼要超過的呢 這個風險管理 很多我們的節目 很多聽的觀眾 聽眾都是一些 流心政治的人 我想財經人很少聽 但是我希望今集 財經人一定要聽 因為這個牽涉到 風險管理 在中共來說的風險管理 是另外一回事 你以為靜悄悄過關 他拘捕你回頭 因為你落了他的面子 第二 網信辦為什麼會這麼兇狠呢 是因為他擔心後面的中紀委 是懷疑網信辦和滴滴出行勾結 然後呢 就是貪污 你要記住 中共現在呢 最大最大的風險 官員最大的風險是什麼呢 不是被指為躺平 或者不作為 這個是沒有風險的 就是交不了數 就沒有風險的 江澤民連台交不了數 就很大的風險了 現在最大的風險是什麼 被指為貪腐 所以他一定要斬殺滴滴出行的 要將他的應用程式傳授落架 如果不是網信辦的話 頭也玩完了 你知不知道老偉 中國網絡訊息辦公室 之前的主任就下了馬 這些我肯定是不知道的 喂 這些不需要內幕的 其實 我反而沒有看這些 因為我第一時間去看的 就是這樣大件事 因為後來 其實他下架也算了 因為你也想過事了 現在我覺得 反而在美國 覺得他最糟糕 是他有民主法法 那些屬性行動 你知道美國的 打在屬性行動 真是陪著陪著你瘋 尤其是人知道他有錢 接著我就馬上去找 我問這一局 其實最傷是誰呢 我看到其實他臨上市 之前有一個Prospectus 最傷原來是 他最大的那個 現在是Soft Bank 是Soft Bank 21.5% 他最後那個回合 是投了應該是5億美金 2020年的 Soft Bank 是否還是這個孫子 Vision Fund 是的 他不是出了兩個 Vision Fund 一 Vision Fund 二 整個基本上是 顛覆了風險投資界 由他四年前的Vision Fund 開始 他每次都投幾億美金 你記得他VWork也是 他VWork也是蝕得很厲害的 接著這一局 我看到他21.5% 接著另外那些 哪個更慘呢 就是Uber其實都拿著十幾個百分 因為Uber當時賣了Uber China給滴滴的 他當時是退出中國 就將Uber China賣了 就換了股份 滴滴就沒有給錢的 大部分是拿股份換的 接著其他那些 我還看到 哇 他是兩個月前 四月份 今年才做了一筆借貸的 又是十五億美金 借貸人就是 Morgan Stanley JP Morgan HSBC 高敏 然後我就說 哇 現在慘了 但是慘得來 原來還有更慘的 就是這個 沒有最慘 只有更慘 就是原來他其實 根本滴滴下面 還有打算是 分拆出來幾個東西的 他有一個是 那一個 即那個叫什麼 無人駕駛 無人駕駛 他都已經是向投資者 提升了幾個回合 接著還有 貨車 就是好像 那個叫什麼 貨拉拉 貨拉拉 和拉拉Move 那些 那個又是已經籌了錢 那兩壇東西 自己都已經是 六十億美金 和二十億美金的 估值 我想他那兩壇 根本本本本是 都是打算分拆上市的 未來 現在我想 真是涼過水 我覺得這件事 亦都顯示到 我覺得 不單止是 就是黨中央 說了事 另外是什麼呢 他說了事 就沒有所謂 我覺得 他各個部門之間 你都不知道 聽誰說的 網信辦 實際上就是 負責他的網絡 訊息安全而已 如果我看回 內地有本 叫做財新周刊 其實他報道了內幕 我覺得都可信 因為是內地的財經雜誌 嗯 他說他之前 不斷叫他們上去 改個地圖的功能 怕他暴露那些政府部門 解放軍那些 設施那些 在地圖裏面 其實他全改了 他已經是 他已經跟著他改了 的要求改了 其實 但是呢 網信辦 最好笑的是什麼呢 網信辦就不是管他IPO的嘛 是 他只不過是出一些意見的 他只是說你這樣這樣這樣 他就沒有權 叫他不去的嘛 是的 他沒有權 叫 如果你不改了這20個APP 裡面的網絡訊息安全的 這個短板 不改正的話 不整改 就不准上去 不能這樣說 因為其實不關他事的 到他上市的監管 去美國上市的監管 就是這個金融那邊的嘛 是吧 那麼跟著最好笑的就是 連這個中宣部也插著腳下去嘛 中宣部插著腳下去 然後再加上就是 這個政法位了 就是牽涉到 你有 這個這麼多億的數據 活躍用戶 整5億活躍的用戶 還有這個 活躍的司機 1500萬個 那你想想 這些數據 如果落入了軟銀 就是Softbank 和Uber手上 會不會給了美國政府 和日本政府 這樣 我覺得就是這個問題 每個人都插著腳下去 這樣就死定了 真的手條沒有人 肯定可以人撐 就是要不就 沒有人來 要不就 每個人都要 每個人都要出句聲 因為我想 他怕不出聲的話 接著就被人罵 為什麼你不出聲 不是的 最慘是這樣的 不是被人罵 這麼簡單 是懷疑你 為什麼 在滴滴出行裡面 有沒有利益 如果你中宣部不出聲 網信辦不出聲 這個金融監管機構 負責 就是 民企去海外上市的金融監管機構 不出聲 政法委不出聲 其實每一個人都會中箭下馬 因為這個就是香港的縮影 滴滴出行之死 就是每人都要將他做到盡 做到絕 那就搞死了一個病人 麻醉絲進來 落重麻醉藥 然後明明只是設一個腫瘤而已 接著那個 內科醫生進來看看 那個 那個腸旁邊的肝好像也不太妥 隨便切了 是的 反正開刀了 不要再去做這個 不用照了 反正開刀了 切了肝 接著腎進來看看 喂 腎好像也不太行 其實 再做 切了肝之後 就切了腎也OK 還沒死 那就每人切一切 現在 香港就是這樣 切到完 滴滴出行就是這樣 網信辦就推卸責任 其實 他要掩飾他們所謂的監管不力 好了 然後負責批准上市後面的 就將那個 責任推卸到網信辦 於是大家就趕快一起出招打死他們 所以 Apps都下了 搞到 大哥 兩百多億市值 沒有了 大哥 你更慘 即他現在 現在估值都還是 應該是五十幾個B 五百多億 中文是嗎 五百多億美金 跌到十二個多的時候 但問題 他不單止現在 聽你這樣說 他在裡面被人 熬到 已經 心肝脾肺腎都沒有了 他還要剩下一個疲囊 在美國 還要被人告 因為美國現在又一樣了 所有國會那些 就是 你不出聲好像 糟了 你一定要出聲 這樣當然要說 不對了 當然要 然後國會就說 有一個敵人上來 問我為什麼這麼快可以上市 為什麼還沒監管 為什麼還沒看清楚 讓他上市 跟著你class action 那些下來 因為滴滴 其實他整個模特兒 你出租車 Uber 其實是一樣的 大部分 我想 應該除了一間美國本土 叫Lyft 之外 每間都是不停地虧錢的 還是 所以滴滴其實你還是在燒錢 你雖然上市 籌多了 四個B左右 即是四十億 但其實他是不停地燒錢的 所以我現在就不知道 他這件事之後 他真的是不是 真的已經病入高亡 病人是否真的可能掛掉 因為他這邊如果被人告的話 你class action 罰的錢 逛逛幾十mil 幾百mil 有時候上一個B都可以 然後中國的Apps 下架 我真的開始跟 最後幾輪的投資者 譬如最後幾輪 其實他有很多戰略投資者 因為通常我們做風險投資 你去到IPO之前 他大部分都會引入一些大銀碼 但是跟你應該是一個策略性的投資者 因為他之前最後幾輪 進來其實都是策略性 他有美國的booking.com進來了 Toyota 就是booking.com放了五億進去 Toyota放了六億進去 其實這些我想現在都真的 真的涼過水 我覺得現在最發的是什麼呢 你有沒有朋友就是做這些 就是class action的律師事務所 你問我呢 現在CNBC就說 有四間大行做集體訴訟了 已經 我覺得趕快乘搭順風車 真的 因為 現在重點就是這樣 你有沒有所謂的 完全公開嗎 是啊 就是爭拗點 還是你的招股書裡面 有誤導性的內容呢 那就是 究竟有沒有充分披露呢 我覺得打的觀點就是 就是最主要的一點就是 他一定輸了 我覺得輸了 輸了 那就是說 現在其實就不是再買 在美國上市的中國企業的股票 其實是準備定 買了之後去告他 就是買一兩股那些 是啊 不要買那麼多 輸身家 千萬不要 鴿順風車 是啊 學這個誰 香港那個 經常去插那些宣史股 還有那些學股那個 那個 那個 什麼 古壇長毛 古壇長毛 是誰 就是買一兩股 這些大陸上市的公司 就準備去告他了 就是我覺得 我想是天文數字來的 我不知道他怎麼解決這件事 其實 這間公司我想玩完了 其實 兩邊夾 第二 我相信呢 就是已經去到不理性了 中共 你這樣打敵敵出行 你之後排隊那三十幾間公司 準備在美國和香港上 香港是 大家不要以為吃花生 我猜 中國的政策 是不鼓勵他們去美國 紐約上 都會來香港上 我想問 你來香港上 你還在 什麼 的方法 可以說服到外國的 這些大的投資者肯落搭呢 肯為非呢 幫忙 你跟著那一集 那三十幾間 大哥 現在 我想美國很簡單 買中國股票都白癡 他覺得 買那個都白癡 真的 那你要重建回這個信心 多困難 難道叫習近平出來背書嗎 幫他做表演嗎 如果再有這些公司上的時候 我今年都不用上了 我猜 不過不是的 我就猜 接下來這一年 他們還會說 有些人還會說 中國有錢 為什麽呢 因為他們自己 賺了很多錢 在那裏 脫不了身 所以接下來這一年 他們應該還有很多人 都會繼續跟你說 值得投資的 這些是 一件兩件事而已 因為你剛才都看到了 有很多做風險投資的 好像滴滴 今年2021上市 其實你早幾輪 應該是六七年前 已經把錢放進去 你想想有幾多公司 是差不多 尤其是你 你記得 2015 2016 港幣 中國那些公司 風險投資 是堆進去 多 其實每個人現在 都是等著排隊 要貸入 你現在這樣貸入不了 我覺得 你問我 我覺得未來十二個月 十八個月 很多美國那些 投資者 還會在那裡 打落打落 說可以的 好的 因為大哥 如果不是他們自己 我也不知道他們怎麼走 但是我覺得兩個可能性 一 是準備上那些 我想現在已經退貸了 退了香檳 那些 那些已經是 整張香檳送了回去 是 在夜蘭埔 有很多 在紐約那些夜蘭埔 有很多香檳 可能是便宜的 香檳 那些 那些 可能是很便宜的 問題就是 你排隊 大家一直在說的是什麼 這個TikTok的母公司 字節跳動 敢不敢上 我想不敢上 他已經退了 現在他已經說 這個IPO 還有他幾間那些 都是跟 叫車出行的 那些 已經不敢 連第二招股書 都不敢 已經是 他有一間叫做什麼 哈佬出行 我不知道 這些大陸的 很多這些 叫車APP 其實 最慘就是 原來滴滴出行之外 有三間上座 一間叫做 雲滿滿 一間叫貨車幫 是的 他那些 一間叫做 BOSS 全部都被中共中央網絡訊息辦公室審查當中 就是說 如果一告 怎麽止滴滴出行 連這三間都出事 其實 就是集體訴訟 所以我說 現在 未必最賺錢 不是去做那些投行做 可能 是做這些訴訟律師 可能是 就是 做集體訴訟的律師 因為他其實 照計他的平衡檔 還有幾十億 現金 就是幾個B現金 但是我就不知道他的錢 我就不知道他的錢 比如滴滴的 因為你知道很多中國上市 是用一個 結構叫做VIE的 那我就不知道他 之前提出幾回合 那幾億 他是進去了中國 還是在外面 因為進去了的話 我覺得 就可能不讓他出來 就算你在這邊贏了官司 他說沒有錢 大不了 是要破產的 還有很簡單 網信辦受到這麼大壓力 其他的受到這麼大壓力 是這件事情 因為說他陽奉陰違 第二個追查下去 就是為什麼可以陽奉陰違 是不是有貪腐行為 就是說你想一下 如果我是做官的 我就躺平了 坦白說 我什麼都不會批他們上了 批他們去美國上了 如果我表一態 他照去的 我不會負責 因為我已經表態了 是不是 就是他民企的負責人 楊奉陰違 如果是的話 但是如果我不表態 他去美國上了 出了事 就我要揹飛 所以你要明白 這個是中共的官僚行為 這個才是 在這些大陸企業 在資本市場裡面的風險 是最難預測的 其實這個是 但是你知道 聽我們節目就知道了 就要知道怎麼預測這種 這種的中國官僚的行為 就是他一定是零左勿右 可能其實你 曹總可以搬了出去之後 你的第二個 career 將來會有很多風險 投資公司找你來做這些 叫做 subject matter expert 我斷念老英文 因為突然之間 這個 political risk 是大了這麼多 不是 從來都有的 我覺得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以往 美國 特別是華爾街的那些 elite 一直都相信 包括Silicon Valley 那些都是 就是那些科技公司 都覺得共產黨 是一個很pragmatic的政黨 你跟朋友聊天都知道 就是他那些列寧主義 那件解放裝是戲服來的 好像道士破地獄 他就覺得好像異形那些 你都要穿個人皮 始終要穿個人皮出來 他會以人皮見你的 他不會把個人皮走來見你的 他就覺得 OK 只要你見我的時候 你永遠都穿個人皮 我不理會我 是我不理會 我不理會 道士破地獄 我們不知道他講什麼 總之沙哩龍聰在那裡踢火盆 然後在那裡唸一輪咒語 我們跟著在後面就可以了 但是最後 總之他破完地獄之後 他找數就可以了 好像以前 你看到我們很好笑 中東那些就是這樣 每個人一上飛機就換衣服了 在上飛機就說 我是回家 我又不吃這個 我又不喝酒 穿了沙地阿拉伯那些 然後每個人都是一上飛機 在商業行程中可以換衣服了 換完之後就換了之後 之後就馬上喊香檳的 很簡單的 在杜拜 那些五星級商場裡面 賣的那些很性感的泳衣 誰穿啊 大哥 在那件黑色的東西後面 Burka的後面 裡面 那些Victoria Secret 那些誰穿啊 就是那個罩袍裡面 一樣是這樣 他們以為 中共也是這樣 就是那個罩袍裡面 都是Victoria Secret 那個Burka裡面 但是問題就是這樣 現在習近平就是玩真的 這一下才糟糕嘛 如果他還是江澤民 或者胡錦濤年代那種玩法 就是那個罩袍裡面 是穿比肩來的 大家都是這麼細族化的 大家都是 就是見錢眼開的 那華爾街那些人 就是我不怕你來 我最怕你不來 你恨錢就最好了 所以他們就如如得水 你看回以前那些 中國評論家 例如David Sundberg那些 一直都是鼓吹這種思想 沈大衛一路鼓吹這種 就是我們對 互道美國對中共的認識 哎呀 那些是黨八股來的 那些是咒語來的 念完之後就算的 他們行為是不受這些 黨八股的咒語所影響的 但是習近平 那個黨中央 黨絕對化 一元化領導 這個是真的 這個不是假的 所以如果你沒有得到 祝福的話 你打算偷雞的話 沒有的了 現在真的沒有雞偷 不過說真的 你說Between兩間 滴滴和BiteDance的TikTok 滴滴都算了 他都是一間打車公司 其實BiteDance TikTok上不到 我都真的 其實是覺得很可惜的 為什麼 因為大部分都只懂TikTok 和抖音 但是其實TikTok的前身 是一間叫做Musically的公司 那Musically是2014 由兩個年輕人 即是上海的小朋友 一年輕人 二十多歲 做完工程師 辭了工出來搞 它是2014年 第一間公司 是中國公司出海成功 沒有人覺得它是一間中國式的產品 而且它的增長 真的很 在那時候 如果你想想 我也覺得 挺驚訝的 因為它是從2014年 沒有人肯投 2015年已經是10萬 1000萬用戶 到2016年是增長9倍 9千萬 到2017年已經是2億的用戶 在海外 而由那時候 它是變成一個完全是國際性的品牌 Musically 就是用戶全部都是美國的年輕人 然後到2017年 它就被頭條買了 就是Bite Dance買了 買回來 所以你想想 整個Journey 由2014到2021年 就是你看著一間 這間是確確實實 第一間 我們是not copy from anybody 而且是打了出去一個國際 因為你再想想 Ali Tencent 滴滴 全部都是做中國市場 它其實海外市場的收益 是不是很大的 就是你Tencent 其實除了因為 那些人要跟中國人做生意 會下載之外 沒有什麼外國人之間 是會用WeChat的 其實Ali 也是 淘寶 淘寶基本上是 中國市場 你這裡叫做有個Ali Express 但是已經是很後期做 而且做得不大 所以這次你真的覺得 你真的覺得 好像是無端端殺死了一個 超棒的病人 以後都不知道 我真的心想 可惜以後都不知道要等多少年 才會看到下一間 就是我們自己可以覺得 是 proud of 有一間自己人打出去的 國際牌子 因為以前我們做風險投資 每個人都說 美國呢 雖然很多東西可能是差一點 但是你看看你們Ali Express 是沒有一個品牌 是打得出去國際的 就是你很少認識 一些品牌 是很出名在國際市場上面 是由中國人打出去 或者由亞洲人打出去 日本就有 日本當然在80年代 70年代那時候有 但是其他 就是中國是真的很少 大部分都是因為 吃著自己的市場夠大 就自己市場大就已經夠了 那個收益 是絕少絕少做到 好像musically 跟著的tiktok 是真的一個 你問這裡 北美啊 南美啊 甚至乎 歐洲啊 那些年輕人用 他不覺得那個 是他在用的中國東西 他只不過覺得 是tiktok 問題就是這樣 這個 就是Bonnie 這個 就是蓋炭 其實香港就是一個縮營 2014年你說這個 Tiktok走到這一步 香港一百五十幾 一百六十幾年 1942年走到 1842年走到這一步 他都是親手殺了 你說香港人在國際社會 是不是認可 絕對是認可的 香港人是不是一個 brand 在國際社會裡面 又不是Chinese 但是又是Chinese 是的 人家覺得香港人本身 也都不是說 等於大陸人 他對他另眼相看的 日本人對香港人 另眼相看的 但是他也是屬於中國的東西 但是中共最終都要殺了他 你想想什麼原因 其實就是控制 當他覺得這些公司 大到一個地步 是我控制不到的時候 我為什麼要 讓你做大 他覺得你做大 是因為黨 馬雲如是 是吧 到滴滴出行 是吧 他不覺得是別人 花了很多的腦力 創意 工程師 天天天夜夜夜 在那裡 打打到這個TikTok那些的 Apps 可以是這麼方便 用這麼多功能 和那個Integration 是這麼好的 是吧 這個是他的 就是創新的一部分 是吧 他跟阿里巴巴 我也有些不同 但是很可惜的 但是香港人一樣 我們百多年來 是吧 建立了一個香港的 brand 到最終他覺得控制不到的時候 他就要殺了他 就是說 你很簡單 Sony好 或者是Panasonic好 甚至是韓國的Samsung好 LG好 別人不會面對這些問題的 因為 韓國好 日本好 在他們現代化的時候 已經將商業 和官同商分得很清楚的 其實他們會貪污 比如 日本政壇 其實是很多這些的貪腐行為 因為他們 叫做MITI 就是他們的大藏省 通產省 負責經濟政策那些 就是網信辦那些人 其實跟那些財閥的關係很密切的 甚至是大學 東京大學的同學 全部都是東京大學畢業的 祖道田是不能進去MITI做的 那麼那些大企業的管理層 也是東京大學的 自己的老友 他們的官商勾結也有 但是他不會由官 去特定了哪個商 是贏的嘛 你留意一下這個就是中國的企業 民營企業的悲哀 這次滴滴出行的事件 或者TikTok 或者馬雲 其實就是反映了由 晚清一路到現在 這二百年來 你一個民營企業的資本家 他官和商從來都沒有分開 跟日本和南韓很不同 台灣也很不同 財閥當然台灣也有財閥 南韓有財閥 日本有財閥 東南亞都有 但是這些香港就是李嘉誠 但是李嘉誠不是官來的嘛 還有你怎樣可以掐到李嘉誠的公司呢 是掐不到的嘛 但是他會有很多利益交換 當然譬如那些的專營權等等 這些就是官商勾結 但是問題是 中國共產黨管治下的企業 我說為什麼那個風險 跟外面看的很不同呢 就是他們曾經假設中共的官僚 是一幫很務實 眼中只有金錢 我想到是Win Win 大家有得分 但是原來不是 當他們的官僚行為 是完全的Parameter已經變了 是要怎樣緊跟習近平的思想 然後怎樣表現自己 活用習近平的思想的時候 那個 你以往那套 評估他們的 行為的風險 那些假設就錯了 其實是錯了 你以為上了市可以 我相信很多underwriter 在美國的包銷商都是這樣想 那當然 因為他覺得上了市 一切都已經成定局 你沒有可能拿回來 而且還在美國市場 你怎麼可以拿我下來呢 怎知道他猜不到 你可以在 在你自己那裡 把他拉回來 你就是滴滴出行 那個問題就是 正正因為你陽奉陰違 所以我才要把你寧遲處死 他在說的是我黨的面子 黨的面子 我都說了 每一個香港人都問 現在這樣搞死香港 對中共有任何的利益 有什麼利益是沒有 可以這樣說 是零的 只有失去的東西 而沒有得到益 但為什麼他仍然要這樣做呢 這個我們看是不理性的 非理性行為 是很不理性的 因為其實你全世界都試過這套實驗 就是一有政府資金 有政府介入 很多時候他都覺得搞不定 你政府 為什麼我這樣說 其實美國都有事 美國由六幾年開始 其實他最成功的做了一件事 就是他有一個機構叫做 國防高級研究計劃局 英文是叫DARPA 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 我當時提過 就是他2013年 投了2500萬美金 進去Moderna 那時候還不知道行不行 都不知道在搞什麼 只不過有一件新的東西 但是他們其實這麼多年來 為什麼做得成功 成功到怎樣 成功到很多其他國家 現在是嘗試抄 就是日本現在都抄 日本那個就叫做 Moon Shot R&D 英國其實現在是在過國會 都想搞個好像DARPA 那樣的東西 但是很多人 就是寫過很多文章 研究下來 最終為什麼DARPA 能夠僥行成功呢 是因為他其實是 離開官僚制度 不讓其他官僚制度去插手進去 為什麼呢 他就說 官僚制度來說 就好像德國想做 德國其實也有一個差不多 但是到最後也是 怎麼說 官僚制度的種種層疊疊疊的標準 Protocol 就騙死了 為什麼呢 就是每一件事 譬如說 其實跟香港之前差不多 你政府說想支持創科 想投多少錢進去 但是呢 誰知道你說投 你每一次搞十幾個月 都給不到個答案 那間公司你究竟投還是不投 但是DARPA 他做了一件事 就是他開始的時候 總統給他的權力就是他可以離開 不讓所有人插手過來 他可以很快決定 快到怎樣呢 他們說六幾年的時候 他用了十五分鐘 六幾年決定投一百萬美金下去 其實是我們網絡的前科 他說他們是很快 而且他們的終止只有一個 就是希望投一些 其實跟風圈投資很像的 就是他們的目標是找聰明的人 而有創業者精神 而能夠去 夠膽去冒險做一些很大膽的賭博 他就投了 但是那個問題就是說 你做得好 就像DARPA 你這個結果 是比你風險投資更好 為什麼呢 你好像DARPA 他說 但是你要想想 政府才有這樣的能耐 政府是一九六幾年 投了一百萬美金下去 現在的網絡 你想想網絡是到九零年代 才開始真的普及化 中間有三十年 其實他的投資 基本上你可以說是沒有回本 也沒有收穫的 風險投資有一點不同 就不是三十年了 最少風險投資美國的基金 大部分都是十年制 為什麼十年制 就是他覺得 他頭三年就是投錢進去的 接著那三年就是最佳 譬如說Follow up 投資 譬如說西梁弄了一間公司 Curious 覺得好啊 你又夠膽去做些大事 我投你 其實早期可能是天市投資 或者說的是總資投資 可能是說幾十萬美金而已 但是我一路過了三年之後 我看到你又大了些 你又籌多一個 我其實就應該追進去 好的公司 我就會 第三至第五年 大部分的資金都是追進去 不會再投身的東西 而由第七至第十年 他就覺得 是差不多是可以收穫期 收成期 其實你 我們之前說過所有 滴滴 Buy Dance 所有這些都是其實所謂的 已經是很多基金的收成期 是等了整七年八年九年十年 那你現在突然之間 給了一個訊號 人家就說 哇原來你在最後 埋門射的那一刻 那個龍門根本就是封鎖了 不是 他搬了那個龍門 其實不見了那個龍門 不見了那個龍門 那你想回 你給其實整個風險投資界的訊號是什麼呢 那訊號就是 就說 喂 雖然中國公司 過去十年都是大家的 簡直是 當它是抬到去 很最吸引的了 但是其實它不是沒有選擇的 你想想其實現在 其他國家 韓國 甚至日本 其實它過去五六年 改善了很多 它的不同的政策 比一些新的公司容易些成了 它有選擇 它有東南亞的選擇 它不會再來投你 它最多就是選擇別的 為什麼我說它有選擇呢 因為你以前就說 其他那些這麼小的市場 其實賺不到錢 但是你看看去年 遠銀投這麼多東西 它和它最賺錢 回回本的那間公司 是一間韓國公司 是一間韓國的e-commerce公司 叫Coupon 遠銀是投了27億美元下去 收了280億回來 然後它現在 今年還有一間韓國 又很大 就來上市 所以其實我覺得 這個信號 對整個大中華 就是 中國在 general 其實是一個非常非常差的信號 就是說 尤其是現在 不是好像五年前 人家覺得 其他地方沒有東西是大的 現在不是 這年東南亞也有一間滴滴的 競爭者叫Grab Grab 我都覺得 Grab 在泰國、印尼 是的 全部 還有它都應該是400億 估值 非常好 服務很好 所以變成你的選擇 不只有你那裡有大公司 不只有你那裡有後期的公司 它看到後期它是可以上公司的話 其實就會吸引到前期的風險投資 也都覺得這些市場 其實安全過你很多 而且它的收成都未必是差的 這樣一比較下來 你就會覺得 它會令到接下來這幾年 如果要中國 就是中國的創業者 是很難去籌錢 我想 所謂的中國故事 就到此為止 其實 為什麼呢 就是 因為以前 我就說 由江澤民年代 我們所理解 由我們出來做事 1989年 我1990年出來做事 一直看著中共的改變 其實在老江 在1992年 鄧小平南巡之後 其實中國的所謂 我們叫做 而一種實用主義的方式去管理國家 是成為了西方的主流 為什麼支持他進入WTO 為什麼會 就是 所謂的 中美 所謂 共 雙贏的 戰略夥伴關係 等等 這個假設 就是假設他那套黨大股是假的 其實他不會政治掛稅的 其實他不會政治掛稅的 他都是金錢掛稅的 他實際上都是市場資本主義的擁護者 我覺得現在這個基礎已經不存在了 其實 你想想 我就是為什麼提醒他摧毀香港 當他摧毀香港 都可以毫不猶豫那一下 就是說對他來說 對他來說 一切的事情就是 黨給你 你就可以 他不是一定不批理 但是你要符合黨的要求 你不可以陽奉陰違嗎 好了 如果一個問題就是 為什麼他會這樣想呢 很多時候西方的 很多風險投資的人不明白 以為那些幹部 正仆街來的 真人富貴厭人貧 見到別人上市 去美國上市就紅眼睛 其實不是 你要留意 中國很多這些企業 本身他能夠做大 他不是因為有什麼新興趣 我覺得 坦白說他們的商業模式好 他們的科技研發好 是抄襲回來的 他只不過因為他在市場的行為 在市場競爭裡面 是得到一些政策性的幫助 或者做了春光水暖鴨線戰 譬如螞蟻 所以對黨來說 他會這樣看 沒有我沒有你 你說對美國好 韓國好 日本好 或者泰國好 很多開始上市 印度 他不會覺得我沒有了莫迪 這個總理 印度總理莫迪 就沒有了我這個 網上補習社這麼大 是吧 他不會這樣想的 印度的官僚都不會這樣想的 但是唯獨是共產黨的官僚會這樣想的 如果沒有我 在這個市場的規定裡面 去容許你 這個就是所謂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真的 很多人以為那句話是假的 不認真去閱讀這句話 但是所謂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什麼 它的市場經濟是在運作層面 但是它的市場經濟的運作層面 它的市場的基礎是在政府控制 這個跟西方的 或者日本或者韓國 是很不同的其實 日本政府好 曾幾何時其實它跟中國都是一樣的 它對那個政策性的介入很厲害 韓國和台灣都一樣 但是 這個就是工業化階段 我覺得 譬如 做圓晶 一定是要政府的 優勝者 譬如以前汽車工業 日本車和美國車的競爭等等 是貿易的類等等 全部都是政府行為 在重工業或者工業化的初期階段 一定要 但是中國共產黨就不是的 它將那個政府在市場裡面的角色界定為 它不是純粹是重工業 或者進口替代 投資的階段 它一直延續到今天 所以你滴滴出行做大 是因為我 你有馬雲 沒有黨沒有馬雲 所以我就更加覺得 最鬼心童就是TikTok 因為它是唯一一個 你完全可以 我完全覺得它是唯一一個 它是靠不到政府做不到什麼 因為它根本一打就不是打中國市場 它全部都在外面 在中國沒有什麼 所以我覺得這個 太年輕了 你對於中國共產黨幹部的意識形態 它絕對不會這麼想 我就覺得它很慘 身不逢時 這家本來 這兩個小朋友 羊木浴和朱鑫 我覺得他們幾十年來 我們終於得到一個產品 就是國際化的產品 誰知道真是身不逢時 差點可以是 變成世界第一 然後現在被人 不過它未必死得住 因為我覺得可以的 最少它懂得做生意 我記得它最近開始 TikTok 它開放它那個AI 賣AI 因為大家都知道 其實頭條 TikTok 抖音 它做得最好 是它後面的工學 那個 所以它現在開始 將它公開 給其他人用 就是你給錢 就變成 有可能 將來很多很多 新一代的 Apps 新的功能 全部都是 Powered by TikTok 就未必要是TikTok的名字 它可能 可以將自己 變成一個 開放器材料 的模式 那希望 也都 雖然 大家在香港 當然不開心 在香港發生的事情 但我始終覺得 如果只是看技術來講 我是喜歡這間公司的 就是TikTok 和它前身 音樂來做的事情 這個我覺得是很可惜的 就是 我們很多時候經常說 外國怎樣 搞到我們中國人 沒辦法賺錢 其實很多時候 中國人搞到 中國人沒辦法賺錢 是的 因為你看到 其實它是幾代人的結晶品 它是由1990年代 第一班出國留學 讀MASA 讀工程師 那些回來的那一代 譬如NetE 是以前那些 到第二代 好像慢慢形成 因為其實你很多時候 做創新企業 你一定要有一個氛圍 有一個環境 大家要有支持 有師兄 就是學校師兄 那些 你好像以前 西利根大利 都因為Stanford 你從六幾年開始 一路一路 一代一代 其實它整個聯網 大家會幫忙 其實你想 我想TikTok 都已經是由90年代 到現在30年的養育 整個氛圍 你會覺得到90年 到2000年 到這幾年 你在北京也好 在其他創新的環境 是真的多了很多資源 很多人幫忙 不一定是政府的幫忙 我指的是 你不在乎淺一點 還有很多技術上 知識上 經驗 他有很多前輩 但是你現在 剛剛才叫做追到 因為你想想以前 Stanford 那些 為什麼叫做西利根大利 其實他們所有東西 都可以追溯 到第一間 那間半導體公司 叫做 Semi-Conductors 很有趣 其實你有興趣的話 你上網搜尋一下 有很多人寫過很多文章 就說 其實 現在西利根大利 很多公司 全部都可以 挖偽角地挖回去 這間 就是一間 八個人 我想是 八個漢子的 這個Fairchard Semi-Conducting 他們那八個人 後來 第一代 就變成了Intel AMD 接著 第一代的風險投資 叫Kleiner Perkins 紅燦Sakoya 其實全部都是追到去投資 就是這間 接著它由1960多年 到1980多年 都是差不多30年 用了30年時間 建立了一個西利根大利 那你覺得 最可惜最可惜 就是我們剛剛去到那個位 90年代初到現在的2021 剛剛30年左右 終於煲了一間 第一間是 完全不用靠在打裡面市場 完全是出去打別人市場 而成功的公司 接著原來 這樣就畫了一個句號 好像你的脈兜故事一樣 故事剛剛開始 不過完了 其實我告訴你 Bonnie 如果你讀過文國史 你就會知道 中國第一代的 我肯定沒有讀過 你看著我這樣 你是上海人 上海裡面 中國最厲害的資本家 就是誕生自上海 當時中國的紡織業 第一代的民營企業 我說 是用最先進的紡織機 他們 譬如 日達集團 就是現在在新疆 長永綿 楊敏德的父親 楊元龍 你看回他的 他的家族史 其實很清楚 他是留學美國 MIT 很多紡織業的家族 都是在英國 或者美國 是引入最先進的紡織機 在中國30年代建立了 世界的紡織業中心 其實是在上海 你想想 有多少人知道這個故事 他們的毀滅 他們的覆滅 你是因為他們沒有競爭力嗎 Toyota 你知道嗎 Toyota是做紡織機的 不是做車的 是啊 封田 到現在你去 名古屋的封田博物館 在他的博物館旁邊 有一個很大的展館 是展示他發明的紡織機 他就是30年代 跟中國 做紡織 是啦 做紡織這樣競爭 日本 封田 所以我就說 但是我們有沒有記憶 關於中國的紡織業的歷史 我們曾經是亞洲領先 那段歷史是結束了 不再存在 結果來了香港 其實 南風沙廠 這些上海的紡織業的大亨 來了香港 也造就了香港成為世界工廠 是紡織業 玩具 這些手錶 所謂的輕工業 香港的不是因為水深廣闊 其實完全沒有關係 其實我們小學讀的那些 所以那段歷史其實 很多年之後有人發掘出來 會發現有一間叫TikTok的公司 曾幾何時是曾經接近是中國人的世界級企業 就是這樣 所以我說這個悲劇是循環往復 周而復始 你說是否中國人不聰明 是因為外國人不接受中國人的創意 又或者是中國人的智商智慧 比其他國家的人低 絕對不是 全部都不是 我覺得 最終只有一個原因 其實就是因為中國本身 這種的經濟發展模式 其實是窒外了中國人的成就 真正的攬炒派其實不是我們 其實是 所以我覺得你幾十年之後 看回歷史 這個會是一個歷史事件來的 滴滴下架事件 還有它往後的影響 因為它那一刻 那一刻 造成的破壞 他們不會考慮的 等於香港而已 他們不會考慮的 現在 就是國安法搞到這樣 它更加不會考慮的 大陸 它現在網信辦好 其他人插著腳去 弄死了這個滴滴出行 還要面對龐大的訴訟也好 他們都不會考慮的 因為它覺得 那一刻我保住了官位 故事完結了 是啊 是不是 他不死了 其實最後我想說 就是看足球有東西學 就是這樣 中國人永遠學不到的 中國足球永遠排在尾 為什麼呢 他既有戰術的一面 亦都有自由發揮的一面 這樣的足球才是好看的 有合作 有組織 有戰術 有教練的指揮 但是同時你要表現到你 個人的自由的意志 以及技術 然後怎樣拿一個平衡呢 就是這樣 中共永遠都拿不到 是啊 是啊 好了 今集的時間差不多了 也希望多些朋友可以 去分享我們的節目 叫多些人來聽聽 其實我覺得現在 政治經濟其實分不開的 其實科技 政治和經濟都分不開的 很多事情 這次我們的主題 就是正正在說這件事情 好 下個星期 不是下個星期 是下個星期 我再見大家 再見大家 我們再下個星期 再跟大家見面 拜拜 拜拜